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敏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有以香味儿见肠 特别以菜汤居多 素有一汤十遍之说 或汤清如水 或白色如汁 或金黄成透 先上汤 后上菜 几乎成为全州宴席的固定顺序 我们有个习惯 吃饭时不能没有汤 不连点菜的时候 也要先点个亮汤 在全州 大道宾馆酒楼 小道饭馆排档 都用明火利汤 老火亮汤 作为精致招牌 利汤是饭店每天都会提供的餐汤 不仅味美还有多种选择 最主要的就是鲜 真正的好汤 只要加点盐 就足以让人回味无穷了 七宝羹 是由七种新鲜的食材组成 自然也就成为饭桌上少不了的角色 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有些至今仍是根深蒂固的 对于我来说 传承的概念还比较模糊 陈老师做了五十多年的菜 如今把工夫都交给了我 但是我觉得我学到的 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仅靠着认真和用心 充分发挥食材本身的味道 将品相做得精致 质地做得细腻 食材虽然不算金贵 凑足一桌也煞是亮眼 在生活普遍改善的今天 为了让这道传统年菜 能够获得更多人的青睐 张志勇在继承了传统的做法上 对其做出了改良 他结合了泉州沿海的特点 在七宝羹里加入了扇贝和蟹肉 制作起来也是费时费力 为了使汤羹更加鲜美 他用精心熬制的鸡汤代替水 煮熟入味后起锅装碗 最后铺了些新鲜 串熟的蟹肉在上面 再撒几抹香葱 红绿相间格外漂亮 在中国传统习俗中 正月初期被称为人日 传说女娲从初一开始 在七天内依次造出了 鸡 狗 猪 羊 牛 马 直到第七天才造出了人 所以正月初七 就成了人的诞生日 使用七宝羹 便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感恩 七宝羹流传在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每个地方对七宝的选材 都不相同 因地制宜 就像老话说的那样 宁可食无菜 不可饭无汤 最简单的食物 最容易的做法 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味道 中国的饮食文化 也从海陆流向世界 丰富了当地人的饮食生活